人生就是一场不断选择的过程 我们都想不懂下一个路口是要左转还是右转 今天的T恤是穿白色还是黑色 前方的道路充满未知 就比如今天的作家到底是什么 指定的物品又是什么 说起吉星这个品牌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那辆V60 Post 2 极为出色的动力表现以及悬挂的调校 甚至风头直逼BBA旗下的高性能家族 如今吉星已经立足成为一个新能源品牌 那么究竟这辆Poster 2继承了吉星家族多少功力呢 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 当今时代时间尤为宝贵 简约的内饰设计更能让人摒弃繁杂的操作 VivTag的作与用料让一切变得都那么小众 没有混乱的把手和按键的堆积 悬浮的平板电脑集成了车上的一切功能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消费电子化的时代 更需要车载媒体能够给予消费者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一样的体验 科大训飞的语音系统加持 以及高德地图的深度合作 让一切变得不再复杂 你好 吉星 导航去目的地 准备出发 请行驶到临红路 车辆的整体调教还是偏运动的 北欧极简风的设计风格 给人的感觉就是安心和好用 4.7秒的百公里加速时间 我想对于一般家庭来说 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了 在Postar调教下的底盘 可以说是极限非常高 在高速过弯的时候 并不会有任何拖拽感 转向要三段可调 相对于这辆两吨多的车重来说 行驶起来还是非常流畅的 并不会让人感觉不安 在刹车方面呢 这辆车的前半段 可以说是比较慵懒 但后半段呢又比较灵敏 如果你对驾驶 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的话 你可以选择那套4.2万的性能套架 多了Brandmore的刹车 和Olinx的避震 其实说了这么多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肯定还是续航里程的问题 在当今这个续航里程为王的时代 其他品牌的电动车 动辄就是五六百公里的续航 而吉星呢 却是稍微逊色了一些 450公里的续航 确实显得有些背道而驰 但是对于用户来说 在续航和性能之间到底该怎么选 其实并不困难 前者呢就好像是物质基础 后者更像是精神世界 两个都要呢肯定最好 但是我更喜欢精神世界的满足 比如 又有谁能抵抗得住 线上限速飙升所带来的快乐呢 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吉星二是我开过最像油车的电动车 英伟达的视觉芯片 单步摄像头和车身四个摄像头的加持 以及一个毫米波雷达和12个超声波雷达 让整车驾驶辅助系统的硬件笼余 还是非常OK的 换换盘左侧的按钮 就可以直接激活驾驶辅助系统 跟车远近呢 也有无当可调 当你调进车间距的时候 吉星二并不会给你猛烈的褪背感 来调节车与车之间的距离 L2级别的车的保持功能 在环路上行驶 确实让人非常舒服 毫不夸张的讲 这辆车的人机逻辑 跟我们前不久刚刚试驾过的特斯拉 没有什么差别 如今 吉星已然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中的焦点之一 每一个测评人对他的评价都是真的不错 显然 人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他 好戏从来不怕晚 我们并不需要满足所有人 我们只是我自己 想必这就是吉星二的价值所在 serge who needs young car 把悖吻找看起来 全新能源汽车写 你就或者说